目前美国CDC对美国民众认定完整接种定义是 接种过两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 或者是接种过一剂交生 由于已经核准了新冠疫苗加强针 未来对于完整接种的定义是否可能会改变 引起讨论 疫苗接种有一个所谓完整性的问题 那么多数疫苗在两剂是一个完整接种的概念 那么可以达到完整的免疫力 美国白宫公布11月8号起 所有外籍旅客都需施打完两剂 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或WHO世界卫生组织核准的疫苗才能入境 目前台湾有施打疫苗 包含AZ、BNT与莫德纳疫苗都在许可名单内 国产疫苗高端尚未被列入 其他大部分的人需不需要打第三剂呢 其他大部分的人在打完两剂以后 他们的免疫力已经提升到一定的水准 有一定的保护力 Covid-19疫苗要打第三剂或者是加强针的理由 有三个 第一个是打完两剂后 有些人的保护效果还是不好 那这大部分是免疫不全的病人 第二个理由是疫苗引发的免疫力 可能会随时间的变差 第三个要打加强针的理由是 新的变种跑出来 现在的疫苗都没有效果 依照目前证据显示 Covid-19疫苗对于现在的变种效果都很不错 预防重症跟死亡的能力也非常好 目前各国不会让全民打加强针 会优先给免疫不好的人 如果之后有新的变种 或是长期追踪起来 疫苗效果真的变差 这样才会建议全民施打加强针 研究告诉我们施打的这些 Covid-19疫苗过一段时间 尤其是六个月之后 某一些族群的人 的确他们抗体下降的速率是蛮快的 所以这些人就需要第三剂的疫苗的一个施打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佛奇表示 虽然可以混打不同药厂的新冠疫苗 但还是建议 最好还是打同一场牌的疫苗 第三剂的疫苗的一个注射 我想目前的确也在科学界两派的一些说法 某些国家其实已经开始有第三剂的疫苗注射 但是他们目前是推荐给年长者 或者是免疫机能有异常的一些病人 当我们施打了两剂的疫苗 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 我们会发现说抗体的保护力 其实也慢慢的变比较弱 没有办法去应对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突变株或者新一波的疫情 疫情不断的改变 未来面对变种病毒 专家指出两剂疫苗保护力可能不够 目前不少国家开始第三剂疫苗注射 但是仅推荐给年长者 或是免疫机能异常的一些病人 第三剂的成效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但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增加两剂完整接种比率 提升全民免疫力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